政府透露近日有外國領事 希望本港可以轉賣或借出疫苗 重申如果有剩 即是會透過世衛的機制去處理 有專家呼籲市民 不要因為誤解而拒絕打疫苗 政府早前表示 市民對服必泰疫苗需求疲弱 又因為比較快過期 可能之後要捐疫苗給其他地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再次形容香港相對幸運 有足夠疫苗 我們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期望 香港市民能夠積極去接種疫苗 過去這幾個星期 有幾個國家透過他們在香港的總領事 接觸我們 甚至接觸我本人 提出他們政府希望 我們可以轉售部分的疫苗 捐贈部分的疫苗 甚至是借助部分的疫苗給他們 林鄭月娥說在預先採救協議之下 如果疫苗有症 會透過世衛機制處理 對於部分市民對疫苗安全有疑慮 有專家說任何死亡之前 曾經接種新冠疫苗的個案 都會通報給專家審視 傳媒之後再報導 可能令到市民產生錯覺 很自然一般人就會立即聯想起 會不會是因為打了針 然後引發這個死亡個案呢 其實這是一種錯覺 打個譬如可以說只是看到樹木 但見不到樹林的一個錯覺 樹木就是死亡個案之前打過針 但看不到樹林 就是當日其實都有百多個死亡個案 只是其中選一個出來說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也說 市民接種疫苗就可以過正常生活 也都可以取消大規模檢測 袁國勇又說香港沒有辦法 完全不讓外來人士入境 而要防止輸入個案 只要入境人士接種疫苗 驗了有抗體 到時亦都可以縮短檢疫期 無線電視記者利由坤報導